在开机的同时 我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原装的屏幕怎么认吧 可以看到没有 一般原装的机器 它这里面是些小灰尘的吧 因为我们这是日记月累的 是不是 这些灰尘都是肉眼可见的 大家好 这个是阿基杰 还是扛不住 塞坡的麦克斯这款机型国航双卡 那么如今iPhone14上市之后呢 就跌到了512 当下来说的话 入手塞坡了麦克斯 我个人觉得国航版本更具有性价比 很多华家伟的当口老板 他还高高的把每版挂到525300 我跟他们说了 你省省吧 国航的版本都掉成不像样了 他们不相信 目前塞坡了麦克斯国航的 你们自己去算一下 掉了六七百吧 那么这么好的行情 等一下我会去收到一个快件 这里面呢 就两台国航的塞坡了麦克斯 这是一台亮晶 电池效率还算可以 这两台国航的塞坡了麦克斯 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 5200的这样的行情 比华江北的塞坡了麦克斯 相不相 那我们马上开箱检测 我们来次过来 兄弟们现在拿在我这个纸箱里面 就是两台国航的塞坡了麦克斯 我们马上开箱检测 它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 这样包装的方法真的是比较好的 我们把它把它拿出来 这两台机器当过老板跟我说 它可以达到一个98新疆95型的一个状态 好 两台机器已经拿在我的手里面了 这两台机器都是国航的啊 外观背面是没有任何瑕疵的吧 因为国航的机器是国内人使用的 他们一般都是带着保护壳的 背面瑕疵基本上是很少的 正面我们开机看一下 在开机的同时 我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原装的屏幕怎么认吧 可以看到没有 一般原装的机器 它这里面是些小灰尘的吧 因为我们这是日积月累的 是不是 这些灰尘都是肉眼可见的 如果是反的话 它不可能有这种情况的 这个系统应该升级到 iOS16系统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本机看是不是国航的吧 它这个版本升到了16系统 它这个地方是15.61系统啊 是256G的国航的sh上面都写的很清楚的 国航的机器有一个缺陷 就是电池销率普遍都没有没版的那么高 就是86这个是84 因为当口老板跟我说了 他一排都给我讲过8684 所以说这样的机器 当下来说8486至少还可以用过一年左右 如果你要换一个新电池 可能也是在200左右 这里是有什么就是说什么的 然后外观我们来看一下侧面 看到没有 左侧这边几乎看不到扣碰吧 没有瑕疵吧 因为这是不锈钢的机身 基本上看不到磨损 外观的话可以达到98星啊95星啊 这里面有点小颗轻微的细微的 基本上是 是蛮绿豆的啊 可以忽略不计的 像这种地鸡9598星的状态的话 我们拿回来的行情520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尾插孔啊 尾插螺丝 看到没有 日积越来都飞沉 尾插螺丝这方面都是没有领过的痕迹啊 这两台机器 当下来说5200 你觉得它香不香 看到没有 这是国航双卡的 不要拿那些美版的或者拆封过的改装的机器来说 这两台机器是全原装的一个标准 如果不是原装的话 我可以把它送给你 有想法的话 可以写在评论处 我们陪你出现 相信大家刚刚看完视频 对于十二婆罗麦克斯国行的这种机型 你们有什么想法 5200左右的行情 它对比苹果十三有优势吧 它对比时事的话 也有优势吧 它的屏幕 它的拍照 它的训航能力 都在大家接受的范围之内 所以说这款手机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选购有帮助的话 顺便帮我点个赞 你的生活很灿烂